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哈啰 187 是啊 讲到十二月了 讲到十二月了 圣诞准备来吧 Jane 你自己有没有打算圣诞去哪里? 我们都是家庭集团 可能跟家人吃一餐 去小姑子的家里 但是应该在西方国家 圣诞节就大节 尤其是放在学校暑假 今次是放暑假来的 应该有很多东西看 我187里有子女的 你有什么去看? 其实这里就不知道子女有小朋友 刚才Jane也说了 学校这里放暑假 兼备撞正 鬼祷圣诞节就真的很大 等于我们过农历年 所以第一件事 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去年也有说过 圣诞节就大到 圣诞正日很多东西都不开 超级市场都不开 所以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要上仓 买好食物去做准备功夫 特别好像Jane他们家里有些聚会 等等这些 就更加全部就是预早做好功夫 某程度上有些像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过两个礼拜 十天左右就会做冬 这里就好像混合在一起 做冬全年年过年一次就在圣诞做完 是不是这样?Jane你觉得? 是啊 我现在这几天会去超市 买一个很大的那些 整只脚这样的火腿 就是我们要Family Gathering 那我们买个火腿回来 就要装一些 就是要装装了一些香蕉 接着加些东西下去 接着就去Gathering的时候 大家一起切火腿吃的 现在去到这些超市 都有很多这个很成大型的火腿 卖的 是的 这里他们一个很重视的节日 就是整家人 以及今年特别是 大家都知道 对上一次可以这样自由 整家人活动 是说已经三年前的事 2019 一到2020 大家都记得 年初开始爆发疫情 无论在澳洲还是全世界都好 这两个圣诞节都过得较有限制 今年是正正式式完全放晒 恢复正常化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之重视 就是今年这个圣诞节 是将来的这个假期 其实除了圣诞之外 就是整段假期 大家都很期待 是的 因为真的整三年 这几年都没有一个大的Gathering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 就是想想如何搞 其实现在外面的市面 那些所有东西都已经是转了 圣诞节的装饰 买圣诞节的东西 没错 没错 那我再问一下Janny 你说你帮忙准备做些食物 你家里有没有整定些圣诞树 或者其他的 气氛一些的布置呢? 有小朋友在家里 通常都会弄了圣诞树 或者弄了很多灯色 你自己家里现在有没有做这些东西? 我室内是很少的 不过室外我都会弄一些灯色 放在外面的 就是在奔宁 会有一些太阳能那些 那些小灯 就是你日头 操了电 它晚上就会亮 就放在室外 就是漂亮一点 晚上天黑的时候就亮 我就会做这些东西的 那187 你呢? 还有你和你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这个暑假 那第一件事 现在还没开始放暑假 都开始叫做 学校准备最后两个星期的阶段 第一件事就不知我的了 其实很多家长就第一件事 准备什么呢? 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家里做一棵圣诞树 无论是真的圣诞树也好 假的圣诞树也好 那怎么都会弄出来 然后弄一些灯色、装饰 甚至有些社区 有些社区很鼓励 他们那些居民在室外 弄到一个灯色的王国 即是自己的家里弄到很多灯 很多灯 很多款式 就是这样的 那个公司还是有资金 我们去年都已经和黑妹在的时间 都说过 其实大家今年可以留意一下 每一个区 他们特别有 有几间做得很漂亮的那些 其实政府甚至有资助他们 继续每年越整越漂亮 在这儿增严斗礼地去做的 阿尊你住那里有没有这样的 特别是做得很漂亮的人 特别是开车去看 我不用开车去看 我家里转角就有一两间就是这样的了 就有一两间 是的 一两间就是这样的 整整间屋都很 就是很多灯 就是放了一些催气的 性价老人或者鹿 公仔都放在前面那里 就做得很 就是好像大家斗 斗过那样的 因为那几间就在对面而已 只是一个粒位这样 就是你今年做得漂亮 这个下年它可能会有加码这样 都挺漂亮的 不过我知道其他这些组织 都有 有这些这样的房子是会做的 而且好像有几区出了名的 就是可以看这些这样的灯色 没错 就是其实不知哪里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两个特别出名 正我都说过政府是有资助去不去做 它是夸张到有时晚上好天 就是完全是没什么云 天气很和暖的日子 那些人是开车塞车走去那几间屋里 看灯色去拍照的 所以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来的 一件事 但是我自己家里做就没做到这样的层次了 我很有心思 我想我没有能力做得这么漂亮 真的 因为他们做到 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这个主题 那个又有另一个主题 不只是灯那么简单 真是漂亮 很漂亮的 其实 很漂亮的 是啊 是啊 说起灯那些 那么 撇开你家里自己有没有在室内 室内那样布置了那些东西 都是做一些基础东西 就是做一些圣诞树 这样做一些灯色 基础东西 都有一些气氛的东西 始终是在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 那圣诞节都感受了那种气氛很浓烈的 那不同在香港 香港地方浅窄 不要说什么 放了一棵圣诞树都住不了身 遮住了电视机了 对不对 但是这里就相对地方就叫寬敞一些 很多人自己家里怎么会有 即假的圣诞树也好 都会做一棵 就放在那里去做一个气氛 那这种东西是文化来的 大家都是去融入这种东西 就是享受这种东西 所以十二月过去 其实学一中马斋 周围都是不利 就是你便宜的 可能去Bundance买一些 有些很贵的 他们很舍得花钱的 预计得很漂亮的 有时大家可能上网看Facebook 或者看其他的社交媒体 就有些为自己做到 就是这样布置了之后 大家拍出来都在那里 很漂亮的嘛 是啊 我总共说一样 这里还是很流行的 可能香港已经不是很流行的 在圣诞节 就会写很多圣诞卡送给人的 这里在澳洲还是很流行的 我相信其他西方国家还是很流行的 这个是真的 因为甚至不是 游记上的圣诞卡当然有 甚至可能有时工作上 他们都会交换的圣诞卡 预早在公司 就是临放假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公司的放假文化 公司 他们这天都会交换圣诞卡 大家都会将圣诞卡 在公司的 就可能掛在自己的桌头 或者真的 如果有窗帘 就真的放在那些位置 甚至可能是 有些工作上是和合作的伙伴 或者是一些客户 互相 一个礼貌式的 这种虽责 有些人说 喂 电子就可以了 为何还要用实体 要印出来 会不会不环保 环保 也是用一些循环再造的纸去做 但是他们都觉得有一种实体的沟通 有一张卡就放在那里 始终有一种这种文化里面是在的 我觉得是在的 嗯 就是很重视的 这些东西 而且有些早就会买些礼物 一份礼物包好了 就是家庭 你这份是给谁的 你这份给谁的 很细心地去 这个11月底已经开始做了很多 就是摆定在那个圣诞树下面 到复兴天就拆了 就是我见到很多家庭 或者一些比较传统的澳洲家庭 都还在做这些东西的 哦 这个是一种叫做文化 继续传承下去 特别是可能前两年 就是虽然说很多时候 工作从家 就是少了很多工作上 或者是社交上的交流 今年我明显是见到 在社会上的 就是他们这些慶祝圣诞节 社交上的慶祝圣诞节的活动 是频繁了 以及是叫做热烈了 可能因为两年没洗过 今年捞了一次过 正正式式可以出来 报复式消费 洗回三年前那些 存起了一些子弹 甚至说 经济进入了加息周期 但是仍然他们很愿意 很捨得去消费 在这些交流活动上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来的 Jane 你说不说 是的 因为澳洲聖诞节是热天 其实和冬天的北半球的活动 其实都挺不同的 但是我们有时都开玩笑 就是说 幸好那年圣诞节 我们最高 就是整个澳洲平均 大家每个城市 如果幸好的 如果最高温度 只有10到尾 或者22至头的温度 就已经很安慰了 如果不是有时去到一个 焗桑拿 30多度的圣诞节 都试过的时间 那种对比是很强烈的 还有你有时会看到 在街上去购买 之前的去购买 或者是有些做宣传的活动 它们真的穿了整套那些 穿了整套圣诞 整套圣诞 整套衣服都穿了 但是外面说了三十多度的时间 其实我都替那些宣传人员 非常辛苦 是的 还有聖诞节 平安夜 这里都是可以玩得很晚 很多人在草莓市面 真的几晚都会有人 每个人都会出去 街上看到很多人 可能是穿得很装飞 因为很多人都要去 去聖诞节目 不止 其实澳洲很流行 大家都知道 聖诞节他们很着重那份 叫聖诞礼物 其实每一年 这里的商场 疫情之前 就算他们这里的商场 其实去年都已经开了很多了 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 是在聖诞前那几天 通宵搭弹 商场开了 给一些人去穿最后冲刺 抢购这个聖诞礼物 拿来送给一些亲户职友 不如这样吧 我们讲消费的问题 我们刚刚时间差不多了 第一节 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就讲一下他们的消费 和他们如何去看聖诞节的整个文化 我们休息一会 好的 如果你睡醒起床 觉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换一张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集困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軟 你睡觉的时候 腰部会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 令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间 出现胸褥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这身体的支撑点 如头、肩膀、臀部 将承受压力 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 将床褥要慢慢睡 当然要试过才行 快点拿起来的电话 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司聊聊 床 一定要选最舒服的 好 回到我们第二节 No worries be Osses 的环节 有位187 和Jane在这里 说一下 聖诞节 我们刚刚来 去广告之前 我们说 他们通宵 超达蛋的去购买 我先问一下Jane 你有没有参与过这些疯狂购物的阶段 就是说商场 通常你也知道 平日可能是5点 或者7点有珊瑚 但是 可以是圣诞前的话 大部分商场就做到11、12点 甚至有些商场 在临聖诞前那一两天 是连续 就是半夜通宵都开门的 就是说我可能23日 早上9点开门之后 直到24日直踩 就40个小时才3日 这些商场活动 你有没有参与过 我当然没有 怎么这么疯狂 我想有很多人去的 因为我有时候 我看一些新闻都看到 这些人都很蜂蜂在这些 八方公司赶着买聖诞礼物的 这样 不过我就没有参与 这样 好了 那你从一个没有参与的人 看到他们这样做 你觉得 你其实有没有冲动想去见识一下 感受的气氛 还是你觉得他们这样 这样消费其实都很厉害 你有什么感觉 从一个外人的 消费 聖诞诞是消费大截 那么多礼物要买 还有年底也有很多大减价 当然是在那些时间 觉得值得去买 除了这两天之外 你也知道 聖诞节当正日就放假了 26日早上 26日那天的博星日 澳洲都会大减价 很多人早上不知站到一点钟 就在这些公司门口排队 这个我都知道 甚至就是说去到 我听过说 誇張得是要派丑的 但现在应该没有了 但是 那些人是可以 可以晨早7点钟等开门 接着冲进去买那些 因为这里便宜起来 真的可以很便宜 是啊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曾在这里这么多年 你说半夜三间去 其实是特意刻意的 就是通宵其中一个最大的商场 就是在闻尼本东南区 其中一个最大的商场开24 即是那晚是开凌晨通宵 达弹都开得好 那么我也都试过在疫情前 都一段时间 就特意去感受一下 那种疯狂法是 你们是很难想像 类似什么呢 类似香港人 过年之前 通宵去行花市 那种感觉 是的 那种感觉是很相似的 为什么呢 我先分享一间的经历 就是他们那些消费 第一件事就是 他们因为赶着聖诞节 和亲朋戚友会来交换礼物 他们没得等到博生地址才买 一定之前买下 先不要来价钱 第二就是说 我亲身经历就是去那个 就是直接开了地方 就是澳洲最大的商场 Chaston 他们在聖诞前 就试过有几年开通宵的 我试过是真的无聊 你当专专业感受一下 我已经点几两点钟了 我才开车去 我去到停车场还是要找位 不是很多位想着 你想着半夜三间 应该少了些人 购买完应该走 应该也不会太难拍车 不是 我去到停车场仍然在找位 要拍车 找一段时间才找到位拍车 入到一个商场 如果不看中的话 你是不知道自己几一点的 因为里头的人仍然是人头涌涌 是个个都好像很精神 叫做什么 拼命地去数 那是不是真的很便宜 也不便宜的 不便宜的 那段时间不便宜的 因为第二天要清洗 反而像前两天 通宵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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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因为它真的很逼人 半夜三间去到半夜三间 去到很多人 如果不看标 还以为自己觉得八九点正在走 是餐厅少人 其他购买的地方仍然是人头涌涌 那种感觉是一个挺有趣的 你一想起 半夜三间也是这样的状态 他们是很热冲的 不知道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做 还是怎样 但是那个气氛是很热烈的 那时候 那些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物资本来说 是最大的商场 如果你自己走 都可以走到很多个小时 因为真的很大 是的 它自己是所谓 它自己没有记错 而是澳洲 就是说面积来算是最大的商场 所以是整个市场 是购买市场 所以是很逼人很逼人 就是多少车位都不够 那半夜三间了 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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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这里的老闆就很流行 不是很流行 也要有个习惯 等于好像香港那样 就不是开工历史 它就叫做收奴历史 大家都知道 他们很重视圣诞假 大部分政府部门好 公司好 其实12月中到12月底 就开始逐步收奴 临习诞前两三天就开始放假 一路放就放到一月头 通常都 当然它有部分人可能要回去 就是有些大一点的公司 可能有小部分的员工 要回去做一些非紧急性的支援服务 但是整体来说 大部分在办公室的话 那段时间都是放假的 阿Jean 你身边的人 是否通常都是那段时间放假呢 是呀 尤其最大感受就是 如果这段时间 家里有什么冬瓜豆腐 要做就会很大 讲难的事 通常都找不到的 因为都是放假 没错 就是水喉 电那些东西 要找人来从家里做 你就不用了 多数都没有人来的 是的 但是这段放假的时间很特别 就是他们 那个文化就是说 那些老板通常都会有点鼓励员工 就是他们不是给资金 有时可能有些礼物 或者有些礼物包 或者甚至可能是有些老板 有些老板甚至会截演 就像封离仕那样截演 有些就会给资金 就会给员工 你聖诞节 给你一齐公司都资助一下 你走去庆祝一下 就不是当成本质的 就是完全是一个文化 就是 等于香港就叫做开工历史 或者过年之前就给一些花行去过年 类似这样的情况 这里都流行的 是吗? 我觉得也很有趣的 就是好像我们出商量那样 那些商量就肯定一定出 这里我自己接触过很多 其实都会的 比如他们通常第一件事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聖诞节的联欢活动 无论是午餐 就是公司办的 Christmas lunch 或者Christmas dinner 就是在公司收牢之前 就办一个大家吃一餐饭的活动 也看一看那间公司当年的表现 老板通常都会有 或多或少 对员工都会有一种 就是习惯 有点鼓励性的心意 我都说了 比如可能有些 可能那年生意不是太好的 那间他可能有一些小礼物 那年生意好的 甚至那份礼物更大 甚至是有 我都说过了 可能寄账卡 或者是 他有些人给现金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是一个 当是 跟所有员工有些事情 一起分享 这个庆祝节日的事情 我之前做过几间 就是这里的小型中型公司 不要说大型的集团 都是会有这种公司的问题 但是那些当然更加多 就是一些大型的庆祝 正如我所说的 午餐 或者是一些晚餐 都一起会 除了是公司的员工 甚至可能是 叫一些大的客户 或者是一些 business partner 就是一起去慶祝的 所以12月 其实是很多人来说 是很忙的事的 是忙于喝喝吃吃的 啊 难怪 187我想问一下 在这里 我记得我以前在香港打工的时候 就是24日 我们通常都是 大家都可以早点下班 每天放假 就是开完派对大家就可以走了 那这里我想再重视 24日要不要上班 其实很多公司不会开到24日的 有些通常就是 因为看你当年是圣诞节 星期几 譬如今年 今年计算 圣诞节 因为是星期日 通常大概是圣诞节 之前那个星期三 或者最迟星期四 已经收牢了 他会预复两三天 就是让你去冲出去消费 就是我所说 23、24日就预复了 OK 开始放假了 你们要去购买 趁美买礼物 开始还准备 这个 他们圣诞节就像我们过农历年 那样 你要准备了些东西 和家人去庆祝的 之前已经挂着做事 收拾好手尾 甚至可能一些社会的应酬 那些庆祝员 最后那两天就被他们冲刺了 所以为什么说通宵消费 通常都是23到24日 那个月就是通宵 澳洲人真的挺爽的 来生都要做澳洲人 你在香港很多人打工 都打到24日 那天都是微微的 都是开派对 开完派对 大家都散散了 我是想不到这里 可以更早些 租几天收牢 不止 很简单 比如我知道有些政府部门 有些政府部门 其实他们政府部门 已经通知很多人 告诉你 有些特殊的服务 就是特别需要时间处理的服务 12月中就已经是最后折数了 因为他会告诉你 你迟了的话 他会1月中才开始 帮你进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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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因为他们要称职压下那些东西 然后就预计了个个一起去放假 有些政府部门也这样 你想想 何况普通市人机构呢 嗯 12月都是一个幸福月 对于澳洲人来说 是啊 你想想 就算香港放圣诞节 你只放一两天 两天而已 就是圣诞和博生日 是不是 翌日还有没有圣诞假放 大家都不知道 香港是不是 你知道的了 但是我当现在还有一方 接着你可能等正如农历年也好 你就放初一、初二、初三 看看星期几 是不是 都是那三天 当然不同行业 可能有时候说初七才开始 其实这里大部分 正我都说了 23日开始 其实一定开始放假 放到一月头 通常就是说一月第二个星期一 才正式开工 通常有些还可以再放多个星期 就是一月头两个星期不做事 就是他们这里所以重视的程度 就是那两个星期基本上就是 逼大家一起去逼你放假 逼你消费 嗯 所以一年到来就 忙足十一个月十二个月都是大家去玩的 没错了 那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休息一会 接着我们回来说 刚刚开场已经说过 喂 除了一些公司活动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分享呢 我们休息一会 好啊 回顾这一年 大家欢笑过 大家伤心过 大家轻松过 大家担忧过 大家担忧过 无论这一年如何 感激身边有着大家 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好 好了 回到我们第三节 No worries be all sis 的环节 继续有 硬脚的Jane 和我一百刺 上一回 刚刚说到 那些人公司放假 不如我们回去说 家庭呢 Jane 你也说过 你的家庭会有些聚集 你们是否去指定一个人的家 很多家庭一起很聚集 一个如何一起去庆祝呢 也是的 多数是去我奶奶的家 在那里吃一餐 奶奶一年都是做一次大餐 大家在那里吃一餐 喂一百七 你又有小孩 那么小孩放暑假 就是家长愁痛的时候 才能解决 如何消耗这些小孩的精力呢 喂 你这个聖诞又怎么办呢 喂 聖诞又麻烦了 大家都知道 工作上有很多事情 当然是有应酬 小朋友又准备开放聖诞假 更加麻烦了 因为这段时间 他们天气最好 澳洲现在是夏天 阳光又温暖 到处去的 但是同一时间 因为状态聖诞 我都说过了 每个人都这段时间放假 每个人都这段时间出去玩 每个人都这段时间去消费 搞到真的什么都贵 去哪里都贵 其实澳洲的东西已经贵了很多 什么都贵 所以这些小朋友 我就简单一点 避开高峰期先 他们当然会有一些活动 等他们放电 放到一月 有部分人开工了 开了工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人还在放假 不过始终是学校假期 但是避开了一批 刚才说一月头要开工之后才去 不止我自己一个 我身边很多差不多辈分的 都有小朋友的 他们通常都是这样设计的 譬如去年也好 这几年也好 疫情 有疫情也好 未有疫情也好 通常想省加一些 就会说 譬如川州过省的活动玩 就会避开了十二月底 这段时间到一月头 宁愿自己的假期 可能是一月中一月尾才出发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里的暑假 跟香港一样 都是放过多月 暑假就是一月尾开学 澳洲就是中小学 就是一月尾开学 就是选暑假尾段 又不用跟其他人一起逼圣诞假的时间 放过多月尾才可能出去到处走走走 那这个价值很远 虽然都贵的 但子丹动武聖誕最高峰的时间 这个价钱真的是欠人一跳 今年就是 那在870多数带弟弟去哪里呢? 很难说的 真的是要看情况 即是邀请的职日找些地方到处走 或者如果情况许可的 可能是川州过省 不过川州过省说起 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因为可能人们运行太久 运行了两年多 那些机票 我说的是本土机票 是贵到一个字 就是一个颠字 正常地我们说平时 举个例子 就算Travel是Sydney、Melbourne 这些很基础的热门地 就是很频繁的行线 就算圣诞价也好 说的是一张机票 都是以往是说的 就是我不是搭最便宜的连行 说的是普通的代鼠航空 举个例子是最贵的那间 都是说可能是200多三百元一张 经济创 它今年在最多人抢的日子 是去到三倍价钱 去到八百多元一张机票 哇 一个小时飞机而已 一个小时飞机你没有说得对 就是它今年是那个大家抢 就是可能前几个星期 我们节目都说过 因为澳洲虽然始终已经回复正常 但仍然受到有些COVID的影响 因为很多人都会 虽然隔离措施 或者始终要自己找几天 如果中了的话也好 影响到航空公司的运作 它自己航空公司这么说了 所以就没有完全全能够去做的 所以就令到那些航空公司 就之前说很多承讯了 甚至有很多取消了 或者很多迟了 它令到那些航空公司安排的航空 已经少了 那么就更加多人抢 今年又特别多人到处去旅游 所以我本身自己也不喜欢这段时间飞 因为第一就不关疫情事 贵了 第二今年又更加是 叫做航班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很习惯这段时间 我觉得是车旅行的 不过我想问一下Jane 车旅行你试过最远是如何持续 我们最远 哇 很远很远 我们由我家出发 就是Jelong 是持续到Persh 这些就是正宗车旅行 很多可能是 无论刚刚来的香港人觉得 哇 很远啊 你坐飞机到几个小时 那怎么捱啊 其实很多人就不明白 其实车旅行没有人叫你一次都持续 可以分段斩开 慢慢去玩很多个地方 我们那时候駕駛都分了几天 去到的 每天駕駛七八个 即是旅日駕駛很早起床 駕駛几个小时停下 其实好像现在机票这么贵呢 我想很多人都选择駕駛去塞尼 或者抓紧去埃德利亚这些地方 我仍然去乘搭飞机 那说起这件事呢 大家在假期的路线旅行 其实也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我刚刚是说的 今年的年初 二二年的年初 我都很惯性有一些路线旅行的 今年我和一些刚刚来到的香港人的移民过来的朋友 他们说 你去平均駕駛什么呢 我们就在Base 米尼本 我不是开太远 只是去了Queensland 我说駕駛车送去 Creensland 我上去Gold Coast from Brisbane 这只路线旅行 那很远 也说不远 一程都是说两千多公里 对他们来说两千多公里 我会觉得駕駛多少天 或者我会很辛苦 那其实可能因为很多人没习惯了澳洲 其实真的靠了四个车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駕駛多了的话 川州过散这样駕駛 其实就不会 就是你没有人叫你一次过 就一段一口气踩了的 那你中间如果有一些 其实很多澳洲的国内 其实很多大城市和大城市中间 都有很多不同的小镇都是很有特色的 那你可以每一个站每一个镇 就是有些镇你自己选择了可以停下玩一下 放松了一个人这样 甚至有些地点是可以选择过夜休息 其实就会将整个旅行斩开很多段的话 第一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第二也是体验到很多不同的澳洲的内陆地区 不同的小镇小城的文化 特别那些小镇其实去到是很有特色和古色古香的 很多东西都特别是 现在叫做已经去了大城市发现 其实澳洲本身无论是扩产 有些旧的工业 在那些城镇其实都可能有很多历史的故事 是可以给大家去参考 去学习 以及可以融入到这个帮助 融入到这个社会的 不同的州份也有他们不同的故事 我第一年就是刚刚移民那一年 我老公就经常这样跟他玩的了 经常就是开车去不同的地方 叫做路线 就是路程可能全程开车大概八九个小时 但是我们中间斩开了很多段 去一些小镇看一下 又或者中间路途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景 就是那些可能很大的水壩那些 其实风景很漂亮的 又可以在那些地方找一些B&B 或者一些酒店住 又可以在那些附近这样走一走 其实这个过程都挺好的 了解一下整个澳洲人是怎样的 又可以和一些当地 有时候我老公也很喜欢吹水的 吃东西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又会遇到 就是地区的澳洲人又会吹水 了解一下这里的生活方式啊 一些民情啊 其实都挺好的一个经验来的 其实如果香港人这个暑假 就是盛夏节 现在做一下这件事都挺好的 就是不要说 原来你可以四个小时停一停 三个小时停一停这样 都OK的 其实这个路程都 没错 没错 还有大城市和大城市中间 通常譬如说西德尼 如果以西德尼为中心来计 上去Brisburg就沿海也好 沿内陆也好 其实都是在说大概八到九个小时的车 如果直线一次过踩光了 麦尔本和西德尼中间又是八九个小时的车 跟着麦尔本和阿德尼说七个几八个小时的车 其实每一段这些这样 就是较为偏东南的城市 它中间会有很多不同的特色的小镇 是可以去的 甚至可以休息过夜都可以的 而且有一部分是直接是旅游区来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 澳洲的人都会选择这个路程 和去中间的旅游区就放假 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就因为香港习惯了 始终是一个国际级大城市 因为纯粹是讲一个階段的问题 大家很习惯了那种很压迫 很人头涌涌 就算过来西方社会生活也很可能会放松 当你去到那些小镇 其实那些小镇的群人口是在说 是大一点的可能过千 有些小的真是很小的镇 甚至可能是几百人生活 就是那个镇的中央 只有几百人生活的时间 其实你会觉得他们的感觉完全是很不同 你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他们去看生活这两个字 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要求 其实会令到你的人的认识更加广阔了 你喜不喜欢一回事 但你可以看到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另外一批人 是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上高生活的 不是说一定是迫着一种大城市 很压迫性的一种生活 其实会令到人是增广见闻之余 是令到人可能的想法会更加开通 有不同层面的角度去感受到很多东西的 珍姐你也说试过周围去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是的 尤其是第一年来的时候 去到一些地方 那个珍姐可能整个珍姐才有一条街 那很多人不拖 看到沿路可能很远才看到一间屋 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心里面说 这些香港人正常 这些人怎么找到吃的呢? 就是很疑惑的 夜晚点过 夜晚黑曷曹 会不会很了不起? 香港人就是这样 因为今天的过眼会很返横 很光彻彻的 到處也几个街街 都中发了很多人的生活 去到那些地方 很快就有这样的移民 後來來得久了 原來他們其實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雖然是寧靜一些 但是他們其實 那個生活方式其實是有他們的快樂 我們可能過去就弄了他們太忙了 反而不懂得像他們那樣去認真地享受那個生活 就是工作裏面也有生活在裏面 沒錯 這一節的時間我們又到了 我們休息一會兒 接著回來最後一節的節目 我們休息一會兒 好了 回到我們no worries be all sis 最後一節的節目環節 繼續有187和Jane在這裡的 剛才說了很多旅遊東西 說了road trip Jane好像想有一件事說 除了road trip 很多人都想飛來飛去的 那些機票真的很貴 你的感覺嗎? 是啊 尤其是買去最西那邊的機票 真的貴得離譜 比出國還貴 但是最近我看到有些年航突然推了一些便宜的機票來 但是雖然不是聖誕節的 但是明年的便宜機票好像這幾天要搶的了 那大家想買便宜的機票真的要留意了 因為這一年的機票真的貴了很多 以前我們還有機會買到這幾十塊的機票 現在幾乎真是很難看到 即是西那邊去西那邊去西那邊去西那邊的機票 可以便宜到幾十塊 不用一百塊的機票的 即是貴了很多 如果大家想著 可以提早買定明年的機票 應該要打一個機會去搶了 沒錯 因為這裏剛剛澳洲的消費競爭委員會公佈了 航空公司 即是現在的票價 不是說高峰期 不是說高峰期 現在是說就算是說前幾個月 在9月、10月的時間 比較和比對2019年同期 即是疫情之前 其實是貴了很多的 就是原廠沒有那些平基位的 是貴了很多 在個別的路線是貴了 是貴了 up to 130% 是貴了 就是說等於是2019年同期乘2.3的價錢 是飛回同一條航線的 所以其實是看得到 第一個是供應等等 都是會令到價錢搶高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國內遊也好 國外遊也好 想要玩得划算的話 就可能要預祖谷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講開有些東西 講開機票 我們先不要講價錢 其實就是有些地方 我們的路程真的去不了 我真的要飛的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比如Jane 你自己都很想去過 或者真的去過 但是覺得風光如畫可以推介 給一些香港人他們可能沒聽過 或者沒考慮過的地方 你有沒有這樣推介給大家 我去過的地方是沒有飛機去的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風光如畫 但是我覺得 有些例子給大家推介 Jane推介 就是那次我來遊志郎 走去沿途的路 那條路 那條路是一條很長的 一條很長很長的公路 因為是由最東 走到最西面 中間有一個位置 你知道澳洲最南面 好像鋸齒形的形狀 我們那條路就是直接經過那裡了 在那裡 沿途停下來 走出去看 那個全部都是懸崖 是很紅旗的 很宏偉的那個景象 很值得看的 不過這條路 真的要完成這條路 從頭到尾 真是要花好幾天時間開車 也不是這麼容易 這樣 明白 明白 但是有沒有那些地方 你自己可能想去 但是還沒去的呢? 我可能想去烏魯魯 但真的還沒去 烏魯魯 你知道我們經常見到那些澳洲風景圖片 有一塊大塊石 我很想去那些地方看 這個我也是很想去 都是還沒去的地方 其實我曾經計劃過 甚至是路程旅行駕駛的 我可能再度一下 都還很方便一點 始終不用再轉車 另外一件事情 很多其實景點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聽過很多人會想去Cairns附近 有看大寶礁 潛水的這樣 是不是? 其實如果喜歡看珊瑚那些 就未必一定需要去到Cairns那樣的 譬如下一點點,例如Hangebroke Island那邊 在Kens南一點點,在Queensland上高 甚至和Tansfield中間那邊 其實那裡出去都有很多很漂亮的珊瑚礁可以去看到 因為其實那裡一直下去,其實那個大火焦一直在掃下去 不過那個位置就沒有Kens那個就這麼出名 另外有些區域,我不知道Jane有聽過嗎? 譬如有些可能選擇去Korff Harbour 或者是Hamilton Island這些地方 其實都很多地方的人很喜歡去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渡達城地,你有沒有聽過? Hamilton Island我去過,真的很漂亮的這個島 另外一個是剛才說的地方我就沒有去過 其實香港人,我們生活在香港的時候 可能聽過澳洲的地方也是 北利、郭基拉、馬爾坡、西德里、巴士文、 黃金海岸、柏克斯這些地方 其實澳洲有很多寶 就是在很多我們香港不熟悉的人 多數都是在這裏地的人去的地方 其實那些地方都很好玩的 沒錯,剛才Jane也說了 Hamilton Island其實那裡也是一個很大的冬甲區 還有還有那些浮潮物 出去的那些很多東西看的 很出名的那些 喜歡水上活動一定不可以錯過Hamilton Island 就是浮潮、潛水裡面有很多珊瑚 可以看到的 真的很好玩的 沒錯,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附近 Hansfield那邊附近 Hamilton Island就是那邊 除了一些東北的潛水這些 其實有些比較內陸的城市 其實大家也不知道 可能還沒聽過 可能 比如 大家也聽過一些傳統的工業城鎮 比如一些Broken Hill 或者是一個Township 類似是Albury 就是這個Sydney 跟Malvin中間 關邊界那裡有一些Township 甚至我們之前 客戶還沒放假的時間講講 甚至在Canva那裡 就是除了市中心 有很多博物館去看 有很多National Park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的 因為這些東西就可以感受到 很多其實看到澳洲人的文化 因為其實澳洲主要 除了本地的原住民之外 其實基本上 無論是 主要都是外內移民進來的 無論是英國來 就是早期 200多年前開始的那些 主要都是一些移居的後裔 所以他們等等 在考慮一下 這個移民過來發展的地區 其實有很多文化上的東西 可以接觸到 還有可以看回 之前整個澳洲的發展 是會有一個很... 當你去看了很多東西 這些資訊、資料的時間 還有去親身去到那些地方看完之後 可能會有很不同的感受 因為我剛剛從Canberra回來 我都要講一下我對Canber 今次就留在Canberra多些多幾天 都要講一下Canberra的感覺 Canberra真是一個挺漂亮的城市 還有居住環境 挺寬敞之餘 是周圍的環境很優美 很多... 做了很多湖 很多市住的環境附近都會有水 整個感覺 而且這個地方很乾淨 我覺得 有時候 這些地方 可能香港人都會喜歡的地方 而且它都很城市化的 整個Canberra 譬如我們有一些二線城市 雖然它都是一個城市 但是它可能沒有Canberra 這麼城市化的 可能每個人都有 每晚都是住宅居 但是我們譬如我們去到我們住 那些就可能大部分住宅居 香港人如果在Canberra 其實都挺適應的 而且環境真的挺優美的 當然了 始終那裡是一個首都 澳洲整個國家的行政中心總會 所以那裡當然是做得漂亮的 還有那個感覺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往前幾次我們節目 我們也有分享過 它工作要上班的時間的話 其實這條街也很安靜的 不知道阿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如果有人上班學上班的話 其實這條街好像放假一樣 都是很舒服的 但是它當然有熱鬧的一面 但是它正和熱鬧的對比 那個反差是很大的 跟那些傳統大城市 Sydney 什麼叫Brisbane那種感覺 又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的反差在那裡 是的 是的 它任何時候都很寧靜的 那個城市 真的挺舒服的 是的 是很舒服的 又不可以代表它不忙的 因為我們都會坐車出去 都會有塞車的 但是整個市面是很寧靜的 很悠閒的 大家很舒服的 但是這樣 是的 沒錯 好了說到差不多尾聲了 說到一件事了 剛才我們也說了 聖誕前他們消費 聖誕後 有一個優惠的 其實澳洲 以往 怎麼說呢 以往就很流行 就是 聖誕後就有所謂 聖誕後的特價 就是正如Jane所說的 之後聖誕後的人 已經很多人 預早已經消費了 說今年剛剛過去的 因為聖誕後的 聖誕後的聖誕後 那個消費額度 是超越了以往 這麼多次的聖誕後的紀錄 你有沒有幫忙 有沒有剛剛去幫忙消費呢 也有啊 Bed Friday 都特地買 我真的買到便宜的 那天 就是很多東西變價 很難 幾印手都很難不出手 那我不知道 是呀 是呀 今年博士們也有幾減的 因為通常他們為什麼要 早上排隊呢 就是那些百貨公司 通常也有幾份東西 就是減得很誇張的 那些人就 陳祖就去排隊 就衝進去買那些 因為也有限量 所以只有這麼多 所以每個人就去排隊 就是希望去搶 那些特價貨 但是整體上 其實都是很多 這個Bed Friday 賣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都是一個 等於因為已經過了聖誕 大家買禮物的高峰期 就是傳統上做一個特價 就是說 有些人不是買來送給別人的 買來自用的話 就等那個特價才來買 這個就是傳統的思維文化 是的 那希望大家在聖誕節都買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還有買到好的東西送給你的自愛親朋 這樣 沒錯 好了 那節目尾聲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聖誕快樂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來到這裡 還會冬至和家人一起吃飯 好了 下一次節目我們就聖誕節才出街了 那我們到時再可能分享一下其他的東西 希望黑妹回來 對 下次可以見到黑妹 大家和大家一起做節目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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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台2023 無那樣 無那樣 搞那樣 有你們繼續支持同行 香港台一定本住開台至今那團火同初心 在接下來的2023年裡的365天 一共8760小時 我們加倍努力 支持我們moving forward 只需要一小時二十八塊或者更多小時 達到2023年8760小時的目標 即是每個月兩萬元 全年二十四萬的營運經費 如果大家都感受到 香港台這份凝聚發聲有必要 認同我們這份使命 請即去到我們的網站 HKHSTATION.COM 支持我們2023 無那樣就去 搞那樣 一粒鐘二十八元 獲應捐更多粒鐘 多小無區 Make every hour count 中度困了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難每一刻 總有支持 無分離我 無明天一起每天 齊怕安和寂寞分享這信念 無論已地或隔阻 總可再見面 規定著決意的理想奔向飛前 想一起同行 不孤單一人 齊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萬世都抹落 榮光民主同行 Spirit of Hong Kong 2 2 1 2 2 3 5 2